弟兄姊妹你們好 主祝福大家 很開心和大家今天分享這個信息 侍奉者的生命 我也知道這個教會很快會選執事 其實我們現在也有不同的侍奉人員 希望更多人參與侍奉 因為選執事的緣故 我覺得我們都讓大家認識一下 侍奉者的生命應該是怎樣的 讓我們預備我們的生命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應該侍奉 聖經講到不僅是牧師 有些負責職位的人侍奉 而是每一個都要交仗 在馬太25章講到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的財幹有沒有埋藏在地裏 或者使用 如果沒有使用的時候 我們是 聖經講到要面對神的審判 也有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我們是否祝福人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向神交仗的 我們得救永遠是信靠耶穌得救 永遠不是靠行為的 但是得救之後 我們是會有生命的改變的 如果沒有生命的改變的時候 就說他的生命有問題 所以希望大家都盡量去關心人 有弟兄姊妹 有身來的人 我們都關心他 弟兄姊妹 我們都關心他 為他們討告 幫助他們 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做的 也都向我們周圍的人 去傳揚福音 是每一個人應該做的 但是我們侍奉的時候 也都留意我們的心態 和我們的生命 第一點就是 神察看和喜悅我們真心的侍奉 就是我們所有的侍奉 神都會看著的 和會喜歡我們真心的侍奉 什麼叫真心侍奉呢? 就是我想榮耀神 我想祝福人 這個就是真心的侍奉 有時候有些人侍奉會怎樣呢? 另一句話就是 拿著雞毛當靈箭 當他有一個職位的時候 他就以為 我現在做決定 可以影響全教會的決定 那我就很厲害了 那時候他的侍奉心態是錯誤的 他以為 我現在有權 我要洗我的權 我們侍奉不是要洗我們的權 而是尋求神的旨意 神你想什麼我就做什麼 這個才是侍奉的心態 我是榮耀神 和祝福人 永遠是祝福的 就算有意見不同 不是去紛爭 而是大家去談談 去討論 什麼是神的心意 這就是我們需要去留意的 好了 聖經講到 真心為神所做的 小事神都喜悅 這件事非常好 你真心做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 給你們一杯水喝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他不能不得賞賜 就是因為做了一個小弟兄身上 因為他屬基督 就不能不得賞賜 這個麥克風經常都不穩定 告訴我們 原來因為有人屬於基督 我們做在他身上已經是神會紀念的 希望大家說 原來我能夠祝福人是神所紀念的 而當我們不想祝福人的時候 而是去競爭 去紛爭的時候 這個是神不喜悅的 也就是說 原來我做最少的事 神都喜悅的 神是尊重侍奉的人的 約翰福音12章26節 若有人服侍我 就當跟從我 我在那裡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裡 若有人服侍我 我負必尊重他 耶穌說到 如果有人服侍我 就跟從我 即是跟我有生命的關係 還有聽我的話 跟從我 跟我是時時在一起的 我去哪裡 服侍我的人也在那裡 就是說 服侍的時候 千萬不要只是做事工 而是時時跟神保持一個關係 時時去留意聖靈的感動 聖靈感動 我做什麼呢 我怎樣回應呢 我做的有沒有錯呢 我們需要時時反思的 反思我們到底 我們所做的決定 我們說的話 有沒有伴到人 令人覺得不備愛 我們都需要留意的 這個是侍奉的人很重要的 即是跟耶穌有親密關係 是回應神的感動的 而聖經說 耶穌說什麼呢 有人服侍我 我負必尊重他 原來我們能夠去服侍神 神會體重 如果神尊重這個人 神一定祝福 提升他的生命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算你 小小的關心 小小的幫助 能夠做在人的身上 神都喜悅的 而神就會 尊重你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爭取機會去侍奉 當然爭取機會侍奉 是要有適合的恩賜 但不是一定要大恩賜 有很多工作不需要恩賜 譬如 歡迎人 搬桌 什麼人都做到的 我們這些其實都可以樂意去參與 有很多的侍奉工作 是可以很多人都樂意去參與的 那有些 有時候人就想覺得 我要都好像人家那樣做某些事情 有時候我們都問問神的 譬如 詩琴的 那一定是 或者領敬拜的 一定在音樂上 他都是 起碼能夠唱準音 這個也是一個條件來的 就是他本身都有音樂的質素 如果你說我有這個感動 那你要學習 需要學習的 去學習 怎樣我唱得準音 唱得更加好 還有不是只有唱得準音 我能夠唱詩歌的時候 帶領人去敬拜神 才是這個最重要的 譬如說 我想做執事 那我們就想一下 我在思考一些 issue 即是說一些 一些議題 一些要討論的東西的時候 我有沒有這個思考分析的能力 我的思想 我是不是跟從聖經的方式去分辨 因為我很多時候會跟隨我的情緒 哇 我有不喜歡的東西 我就會爆發 我就會很激氣的了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是不適宜做執事的 因為他是會用情緒去帶領 所以 當人自己提名 或者提名某個人的時候 你不要說 哇 他是我的好朋友 那當然是做執事好 不是好朋友是做執事好 而是這個人的生命 是不是有平穩安靜 有智慧 有關心人的心 有侍奉人的心 那他才是適合做執事的 所有的職位都是 首先那個人自己審查自己內心 領導的人也都需要審查這個人的生命 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 而教友也是根據他們平日的生活 看看這個人是不是他的表現 是適合侍奉的 即是適合這樣侍奉 有些侍奉每個都要做的 全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關心人 每個都做的 但有些侍奉是適合的人去做的 那麼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都知道 哇 原來侍奉是神尊重的 神喜歡的 那麼在晚太二五章三一節 講到 在人子耶穌回來的時候 怎樣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祂的 當人子在祂榮耀裡 同若眾天士降臨的時候 要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 萬民都要聚集在祂面前 祂要把祂們分別出來 好在牧羊的分別 綿羊山羊一般 把綿羊安置在右邊 山羊在左邊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 你們者蒙我父賜福的 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 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這裡講到 就是耶穌回來的時候 萬民都聚集 全部的人 好像綿羊山羊 綿羊在右邊 山羊在左邊 綿羊是哪些呢 就是做在主弟兄身上的 祝福他們的 幫助他們的 這些就是綿羊 那綿羊呢 即是說他們的行為 證明他有真的信心 他會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所以我們都問一下自己 我有沒有祝福人呢 因為我只是講閒話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說 那個人我真的看不過眼了 有些事情我不喜歡了 那時候這些是神喜悅的 即是說我們看到有問題應該怎樣呢 證明說你可以跟他談 面對面單獨談 如果真的不行 就找一兩個人幫你談 你也可以問牧師 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就不是去講閒話 或者是背後去攻擊 這個就不是神所喜悅的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交仗 如果神到時候說 你一世人最喜歡講閒話 你最喜歡數人不好的 你那時候震騰騰 哎呀死了死了耶穌 原來我生命這麼多不好的東西 那麼希望現在我們醒悟了 就是說我做在主弟兄身上 神就歡喜了 那麼有這個歡喜的心去服侍呢 神是很喜悅的 就能夠承受創世以來 為你所預備的國 其實在我這麼多年侍奉呢 我見過有真心服侍的人 我也都見過有很多有問題服侍的人 我記得有一次開會 有一次開會怎樣呢 有一個牧師他很多脾氣 我不是說牧師就肯定有脾氣 不是的 每個不同的 當時不同的牧師開會 他的教會執事勸這個牧師 牧師 請你不要在這個時候發脾氣 他跟他自己的牧師說 這個牧師他的情緒失控 當他有一些跟他不贊成的時候 他的情緒會失控 我們都審查我們自己 在我們侍奉的過程 我們有沒有讓情緒帶領呢 因為我們是讓神的話語帶領 讓神的聖靈帶領我呢 那時候就是神喜悅 其實不難的 我們需要學習有個謙卑的心 認罪的心 留意聖靈的感動 而不是將我們日常生活的那些 首先我們日常生活都不應該有些固執 有些人是很固執的 不知道大家周圍有沒有些人很固執的 很固執的 很固執的 什麼都是 是他的方法才行的 人家那些不行 一不行他就會罵人的 有些什麼呢就會發脾氣的 那這個呢 其實作為基督徒 不只是侍奉 在家裡我們都需要留意 有沒有跟家人很容易發脾氣呢 有沒有很容易說他們呢 有些什麼不贊成呢 就發脾氣呢 又不開心呢 這些呢都是我們需要處理的 而那個來源是什麼呢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善 就發出善來 但是那個心呢 時時都有耶穌的良善 經常都是見到人呢 就想祝福 但有些人說 我看不過眼那些人那麼衰 我看不過眼所以我就爆火了 當我們見到有人有問題的時候 如果基督徒 我們就尋求神的智慧 如何去跟他談 如果不信的人呢 我們有時是需要接受 不信的人未必會是跟從神的方式 如果有方法我們都可以引導他 但是必定是有智慧 有柔和的心的 而不是用怒氣 怒氣呢會不會成就神的意呢 會不會發脾氣 家人關係好呢 是不會的 所以我們就留意我們平日的生活 我們有沒有讓怒氣控制我們呢 求主帶領我們真是滿有神的恩典 好了 有一天呢 原來我們所有的行為都要被火試驗的 哥林多前書三章十二節 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和佳在這根基上建造 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 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 有火發現 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藥存得住 他就要得賞賜 人的工程藥被消了他就要受虧損 自己卻要得救 雖然得救 乃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 我給大家看一個圖先 這個圖大家看到有金銀寶石建的屋 我們個個都是根基上建造 然後旁邊就有草屋 用草造的 當那些火一試驗的時候 金銀寶石就能夠站得住 金銀是不怕火的 草木和佳很怕火的 一有火馬上燒光 我們看看這個經文 對不起 這個經文就說 我們在這個根基上建造 有些人是用金銀寶石 那什麼是金銀寶石呢? 其實你真心愛耶穌 真心祝福人就是金銀寶石的了 出於真心 有個心就說我想榮耀神 我想用神的方法祝福人 我們都會留意的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負責一個侍奉 譬如他帶領唱師 或者他帶領小朋友 教導小朋友 或者是歡迎人 或者探訪 無論什麼都好 好了 後來有另一個人都參與侍奉 參與侍奉的時候 譬如這個第一個是A軍 第二個是B軍 後來參與侍奉 A軍發覺B軍很受人歡迎 很多人讚賞他 A軍自己沒有什麼人讚賞 沒有什麼人有反應 A軍的反應會怎樣呢? 他其實很多不好的 不過他長得漂亮 有人喜歡他 他說話哄得人歡喜 所以我就不喜歡他 當我們有這種比較的心 我們就要審查了 到底我們侍奉的時候 是不是要厲害給別人看呢? 是不是要做到給別人看 然後人們會讚呢? 其實我們不需要追求這些 只要我們真心為主耶穌做 不是跟別人比較 不是跟別人競爭 神就歡喜了 真心地去祝福人 當然這個真心 都有提升的餘地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教小朋友 每個人都有不同方法教 怎樣教得更加好呢? 是需要學習的 的確有些人教得好些 有些人教得不好 教得不好 教得不好是否就是寵木和街? 不是 並不是寵木和街 而是他有沒有真心 但是這個教得不好 可不可以進步呢? 是絕對可以進步 絕對進步的時候就是忠心 他忠心做得更加好 這個是我們學習追求的 譬如全夫人 全夫人 有真心有假意 為什麼叫假意呢? 我只是想跟別人競爭 我教堂要大個人 我的小組要大個人 這樣的時候 他是一種出於驕傲 競爭的心態 這樣的時候 這個心態就是不正確的 神喜悅的 但如果他只是說 我見到別人 我就憐憫他 無論他回不回我教會 他如果回我歡迎他 但如果他住得很遠 他去別的教會 不要緊的 他去別的教會 得到祝福 我也會歡喜的 我也會幫他的靈命 這個是真心 真心 神就很歡喜的了 千萬我們心裏審查 我們到底做的時候 是為了自己的榮耀 給別人看呢? 我就說忠心做 神喜悅呢? 就可以了 這樣的時候 如果真是討神喜悅 榮耀神 經常都說 耶穌真好啊 耶穌真是做很多美事啊 在我的生命中做很多美事 我都很想你經歷耶穌的美善 這樣的時候 他想榮耀神 這些就是金銀補償 不在乎我們的財幹 不在乎我們的能力 但如果一個人是競爭 比較 情緒化 被情緒控制 被他的私欲帶領的時候 他所做的可以是草木和佳 但是到時就會試驗了 這個火呢 一個代表性 就是神的試驗了 神的眼目 偏擦全地 我們所有的行為內心 譬如我們現在坐著的內心 是怎樣的心態呢? 神都看著的 到時我們審判的時候 神都可以看到我們 到底我們聽到呢 是真心 我聽到神的話 我就學習 我就應用 但有些人就 博 講道 什麼叫博呢? 你一直說 誰做到 行不行呢? 我曾經鼓勵一些教友 關心人 有一個人就跟我 反駁 他說 關心人不行的 那些人不喜歡的 那他當然試過 有人不喜歡 當然是有人不喜歡的 有些人喜歡自己 靜靜來靜靜去 不要緊 我知道他喜歡 靜靜來靜靜去 那就由他靜靜來靜靜去 但有些人很歡迎人關心的 但他呢 一刀切 澄清有人不歡迎 所以我呢 不要歡迎人了 即是有些人不喜歡我歡迎 以後不行的 歡迎人不行的 他就拒絕了這件事 那時候呢 他是一種的 他的固執的看法 就堅持他自己的方法 那就難阻了神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就用一個客觀的心態 神啊 我所想的 是不是你的心意呢 這件事很重要的 好像耶穌 將要上十字架 他說 如果父啊可以 如果可以 請你用另一個方法救世人 我 可以避開就避 但是 父啊 照你的旨意 不要照我的旨意 最後呢 耶穌雖然他說 因為他要上十字架 最重要呢 不是釘在手腳的痛 不是流血的痛 而是他要跟天父隔離 因為他永遠 從永遠到永遠 跟天父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常常在神的愛之中 但是他在十字架上 要經歷於天父隔離的痛苦 就是好像一個人 從天堂下了地獄一樣 耶穌為我們 好像下了地獄一樣的痛苦 所以在當時 他說 父啊如果可以 是你將這個苦杯落去 但是呢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照你的意思 就是他願意照神的意思 所以我們 說任何事情 你和你的丈夫太太 說任何事情都想想 這個說話 是不是神想說呢 如果今天耶穌在我的身份 耶穌會不會說這句說話呢 譬如耶穌會不會說 哎呀真的不喜歡你 哎呀真的不想理你了 哎呀不想見到你了 這些說話 是不是神想我們說的呢 如果有這些說話 我們就要反思了 因為這些就是草木和佳 好了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有這個問題 我們就求主赦免 神就歡喜了 主要你幫我吧 幫我有柔和的心 謙卑的心 神就喜歡了 神就喜悅 神就賞賜 神就賞賜 只要你謙卑 神了 我試一下盡量 想一下才說吧 想一下才說 這句說話 對人有沒有鼓勵性 有沒有幫助 如果這件事對人有幫助 我就去說吧 如果沒有幫助 我就不說了 我求神給我智慧怎麼去做了 這句經文說到有火發現 去試驗個人的工程怎樣 如果工程存得住 他就要得賞賜 這個賞賜很好 永遠 聖經啟示錄說 作供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一直跟著你到永遠 你關心過一個人 一直到永遠 神都紀念的 哇 是不是很著數 你祝福人 神永遠紀念 你忠心奉獻 奉獻的時候 不要勉強 不要不開心的心 又是歡喜的心 神呀你給我很多禮物 所以每次奉獻 我們都可以祈禱 神呀你給我很多禮物 我甘心樂意奉獻 求你月立 求你歡喜我所奉獻的 所以甘心 千萬不要誇耀 我試過呢 有一次我見到有一個人 是很有錢的 那 完了崇拜 他又第一張支票給牧師 其實他絕對是可以在奉獻的時候放下去的 但為甚麼他要交給牧師呢 他想牧師知道他有這個奉獻 我不知道那個 我都不知道他的內心 不過這個行為很可能 他是要牧師知道他奉獻的數目 其實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他很可能就是草木和居 即是他奉獻的數目很大 但是呢 全部都燒了 那是不是很不值啊 很不值啊 但有個人 錢是少 但他奉獻的數目是少 但是呢 他出於甘心樂意去做 神就歡喜了 那他就得賞賜 而到永遠喔 是不是很值得啊 你親心奉獻神的紀念 到永遠 你關心人 神就奉獻 祝福你到永遠 當你真心做一個執事 我要上這間教會 興旺 更多人愛主 更多傳福音 更多建立靈命 更多關心人 更有智慧使用我們的金錢 我們管理的時候 就不是說 用我自己管理家的方法 有些人呢 就怎樣呢 管理家的方法呢 就是那些錢千萬不要用 什麼都不要花的 省 省到最後 省到總之呢 不可以省光的錢 用這種心態呢 在教會行政是不能走得通的 為什麼呢 教會當它適合用 就要用的 不可以說 我要留多少錢在這裡 而是那些東西適合用 我們就需要用 所以呢 執事需要有這個智慧 還有呢 有這個心 就是 如果神要我們做 一定有供應的 我就樂意去做 那時候呢 神就賞賜 但如果他呢 就是 就是 整天都是教會的 一個 孤寒財主 整天都說 哎呀 那些錢不可以用的 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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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來沒有錢了 不用得的 這樣的時候呢 他就變得難了了神的工作 好了 跟著呢 就講到了 但是如果燒了 就是說他的生命不好 他的心態不好 他不是打算祝福人 他只是呢 堅持己見的時候呢 用自己的方法的時候呢 他所做就燒了 他就要受虧損 那這個講到自己 他的得救 雖然得救 奶像從火裡經過一樣 那這個人在那裡 被那些火燒著 衝出來 哇 什麼都燒光了 衫又燒光了 頭髮啊 眼眉毛啊 眼眉毛啊 甚至皮膚很多 都燒傷了 他可能僅僅 不死得 這裡講到就是說 有人 他是真信耶穌 不過他 太多 聚污了 在他的行為上 那時候呢 就燒光了很多他的行為 那呢 他只是僅僅得救了 那真的很不值 為什麼呢 已經做了很多功夫下去了 已經放了很多心機 你是不是參與事奉 是用了時間的 就是他反正都做執事 都要開會 都要做很多行政的事 那反正用那麼多時間 是不是 神喜悅的更加好呢 如果他做很多 但是神說我不喜悅 那就是白做 是不是 白做 你想要白做 大家想要白做 不想 那我們就說 神啊 我願意真心去做 我做什麼都真心去關心人 這裏都說到他僅僅得救 不過呢 聖經也都說 有些人是不得救的 因為呢 他說你是又惡又懶的仆人 那麼 這個分別是什麼 他真心是倚靠耶穌 和耶穌有生命的關係 不過他的事奉 很多不良的動機的時候呢 他呢 就依然是得救 因為他真心倚靠耶穌 他是有生命 不過他的生命太弱了 那時候呢 他就是僅僅得救 其實很淒涼的 就是說 他很多的功夫都全部沒有了 希望大家呢 你真心做 其實不難的 你見到人 你又關心 你就問候他 為他討告 神就歡喜了 有機會關心人 傳福音給人 神就歡喜了 就算他不相信不要緊的 我自己傳福音很多 我被人拒絕都很多 那麼 神就教我一個方法 處理 因為呢 神給我的觀念就是 一定要處理負面的情緒 當你傳福音有人拒絕 總是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但是神給我的意念是什麼呢 他說 雖然他不相信 不過到審判的時候 神就跟他說 他說 我的伯仁跟你傳福音 你不相信 但是我的伯仁有榮耀我 所以 祂是做得好 但是你沒有接受 就是說我們 傳福音 就算我們不接受 神就歡喜 我們是榮耀神 所以你傳了福音 祂不相信 我們就放手 不受影響 我們是神 歡喜我做的事 不要緊的 祂不信不要緊 不過我們的心 仍然想祂信 千萬不要 祂死祂事了 我傳了就算了 我不理祂了 這個又是錯的 總是祝福祂 為祂祷告 神啊 求祢軟化祂的心 讓祂有一天會信主 那這個心態 就正確 我們就時時反思 我的心態 是什麼心態 這樣的時候 就是金銀寶石 好了 錯誤的事奉心態是什麼呢 如果事奉心態不正確 就要左邊的圖 起碰牆了 你會不會起碰牆 你會不會起屋 起完又拆 起完又拆 人家問你 為什麼起了這麼久 都起不了 我說起完又拆過 拆過又拆過 那下面那裡說什麼呢 如果有一個人 心態不正確 就好像起了一封牆 起完又拆 那是什麼呢 白做 不單是白做 神不喜歡祂的行為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白做 我們做的時候 真心做 祝福人 榮耀神 而聖經說到很嚴重的情況 其實 基督徒有沒有這些罪呢 我紅色那裡特別是說到 情慾的事有什麼呢 污衛 即是裡面有些 不好的意念 上網看色情的東西 看一些不好的影片 心裡面有些 總之說話也好 是污衛不可以見得人的 或者仇恨 神爭那個人 爭敬 有妒忌他 有恨他 有老怒 結黨 紛爭 你說 啊 這幫幫我對話 你就跟他結黨 那幫不對話 那幫我不理他 這就是結黨 會有紛爭 競爭 有疾度的時候 那下面那裡說什麼呢 紅色圈子那裡 行這樣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哇很嚴重 原來當一個人 在這罪中不悔改 那有些人說 那人也有 就是我們悔改 神就赦免 那我悔而改 即是怎樣呢 我生了一個人 求主赦免 還生了他 那叫不叫悔改 而是我求主幫我 真的祝福他 關心他 看到他都 向他微笑 招呼 問候他 這個就是真是悔改 我們悔而改 所以基督徒永遠 不應該跟某一個人 成為敵對 以及封了一個人 除非那個人 是一個 不斷惡意攻擊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可以 譬如有一個人 經常都是惡意攻擊的 我們是 跟他溝通完 他都是不接受 在這些情況 我們可以封一個人 在網上 但是如果一個人 單純因為他的意見不同 然後我們生氣 封了他 這是不對的 即是我跟任何人 都不要絕交 跟任何人 都不要跟他 有一個敵對關係 如果在教會 有敵對關係 其實我 試過侍奉教會 怎樣呢 開會是什麼時候呢 開會是吵架的時候 真的 那時候 我在一個教會侍奉 他跟牧師告訴我 我建了一件事 總是有人反對 又總是有人走 我做另一件事 他說 因為他們那裡 很多人有寶寶 他就在教堂下面 隔了一個地區 有玻璃隔著 讓那些有寶寶的人 坐在後面 有些人又反對 又離開教會了 後來我在那裡 開始中文工作 他又有人反對 又有人走了 我就跟牧師說 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開始中文工作 有些人走了 他說 不要緊 我每次有些改變 都有人走 有些人 因為他總是堅持他的看法 這樣的時候 他就是競爭 紛爭 這些人如果不悔改 是可以不能承受神的國 所以我們留意 如果我們跟一些人 有敵對關係 一定需要處理 不可以由得他 他那麼壞 我當然要生氣他 這個一定在基督徒來說 我們需要悔改 或者爭執 總之要跟別人爭取 或者敗壞之先 人心驕傲 我什麼都比人厲害 我要比人厲害 如果有人比我厲害 我受不了 這個就是驕傲 或者造成教會分裂 什麼情況都好 教會有多少問題 我們去面對 就不會說 我和這幫人走 我和你們敵對 你們兩黨 任何這些行為 因為教會是神所愛的 如果我們在教會造成分裂 是神非常之不喜歡的事 或者將人和別人比較 你看這個多厲害 那個人都不厲害 你沒用 你不如人 這些也是神所不喜歡的 這些說話不單是教會 如果你家裡和你的丈夫 或者太太 或者你的子女說 你真是不及人 生個叉燒好過生理 這些都是神不喜歡的說話 我們永遠都不用一些 踩低人的說話來教導人 永遠是告訴他 你是寶貴神愛你的 你想不想你的生命更加好 去引導他 讓他看到神愛他 因為神是愛所有人 多軟弱 多不好 神都愛他 我們依然關心他 希望他改變 這句說話很重要 《九龍多前書》八章十二節 你們這樣得罪弟兄們 相了他們軟弱的良心 就是什麼呢 得罪基督 即當一個人得罪弟兄 相他軟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基督 即我們傷害人 講閒話 機笑人 藐視 排斥他 拒絕他 說一些說話 令他不舒服 這些 不單止得罪他 是得罪基督 所以這句經文 我希望大家記得 千萬不要得罪基督 還有馬太十七章 有一節說到 為甚麼 天父我煮我煮啊 主人也不 Convention 不是每個人都會進入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婦才可以進入 那天有很多人 他说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二能 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不认识他呢? 因为这个人可能传道,但他不是真心跟从神 我曾经听过,有人跟我说,有个牧师退休,他就不回教会 有人问他,为什么牧师,为什么你不回教会 他说我回了几十年了,现在我退休不回了 他说他回教会是上班,还是他去敬拜神 他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呢?如果一个人单是做工作 而他不是跟神有关系,他可以像耶稣说我不认识他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的心态 是不是跟神有关系,是不是尊重他,看重他,依靠耶稣 荣耀神,祝福人,这种心态就是遵从天父子 那些只是做外表的侍奉,但是里面没有生命 他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罢 很惨 到了天堂的时候,耶稣说你离开我了,你吓得震腾腾 耶稣说离开我,那我去哪里 我希望大家时时都会醒察我们的内心 看看我们有什么罪,求主赦免 但是我们应该是活在喜乐的,爱中 不是整天都说,哎呀死了,我震腾腾,不是这样的 整天都说耶稣爱我,我告诉大家耶稣多好 那就是很轻松自由的,开心的,我本书轻松得性 都是说到开心得性的,轻轻松松 不是说天天,哎呀死了死了,我会不会落地獄呢?不用怕的 只要我们真心悔改,真心信耶稣 有什么罪就悔改,去祝福人,去荣耀神 神就一定称赞我们的 那就是说我们内心有个警戒 不过不是整天很害怕的状态 而是我深信神是爱我的 还有有些人,他们怎么样呢? 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呢? 他进入哪里呢?红色挎住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 因为耶稣说我颈开的时候,你没有让我喝 他说我什么时候没有做? 他说你没有做在我一个弟兄的身上 就是没有做在我身上 就是我们没有做在一些人身上 你看到他来到教会,很孤单 没有人关心,你又不关心他的时候 没有去关心他,就是没有做在耶稣的身上 好了,那正确的侍奉心态是怎么样呢? 很重要,上课第一句,上课顶那里 事奉者的生命和心态 比事奉的行动更加重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爱神 和神有关联的 我们的心态是不是祝福人的 荣耀神的 比事奉的行动更加重要 因为如果事奉心态不对的时候 做多少都是白做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内心里面 神,求你醒策我的心 让我看看我内心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污慰 有什么仇恨 不饶恕 求主赦免我 让我尊重神 喜悦神 享受神 那你就轻轻松松 轻轻松松得性的 得性是不需要很大压力 因为耶稣这么好 我们于是很轻松的 去服侍主 好了 这个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就是我有爱主的生命 爱人 圣结的 追求离开罪 所有的污慰我都要离开 在神在人面前 谦卑怜悯人柔和的心态 这个生命 然后右手边的心态 我整天都荣耀神 祝福人 有牺牲的心态 犧牲人我愿意付出代价 牧人的心态我愿意服侍人 帮助人 不求自己的益处 想祝福宗教会 这个就是一个正确的心态 而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 当你心里面有耶稣的良善 你口所出就是良善 你的行为就是良善 当你的生命里面是良善的时候 整个人就会活出良善出来 诗篇115篇第一节 非常美好的一节经文 耶和说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不要归于我们 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 归在你的名下 就是说千万不要追求我的荣耀 不要要被人赞我 我先欢喜 而是我要追求荣耀你 右手边的图 神啊你最劲最美善 这个就是荣耀神 神啊你真是好啊 你很劲啊 你做什么都比好的 真好啊 时时都感谢神 这种心态很重要 就是事奉或者生命都是 永远是荣耀神 有些人称赞你 你可以说多谢你 愿荣耀归给主 是主的工作 多谢耶稣 耶稣改变我 多谢耶稣 将荣耀归给神 不要夸耀 在心中不要说 哇这么多人赞我 我真是 我们一定会有自然的欢喜 OK的 没问题 不过不要整天都是想着 有人赞我 那我就很开心了 没有人赞我 我就得了 我们不是依靠人的称赞 那是依靠神的喜悦 而很重要的就是 正确的事奉是什么呢 是建立教会 以法所书4章11节 他所赐的有仕途有先知 有传呼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15节 唯有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百节各案各职 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里讲到教会应该是怎样的 神设有仕途先知 全夫人牧师教师 为了什么呢 不是他们做了事奉 而是为了他们要成全 这个字成全是 栽培训练的意思 为了牧师为了什么呢 是训练大家各尽其职 每一个人都有职份 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 你可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不是 个个都是 可能是基督身体的手指 脚趾 你不要小看脚趾 你没有脚趾走路很辛苦 每一个部分都是很重要的 每一个部分各尽其职 有些人是厚 有些人是耳 有些人是眼 有些人是老 在神国里面他是老 他带领教会的方向 各尽其职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建立基督的身体 目的是什么呢 不是建立自己 建立基督的身体 怎样相处呢 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事事都连于耶稣 譬如我们传福给人 是叫人跟耶稣 不是跟我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传福给人 那些人跟他 他一走 他就带他走 我们不是要带人跟我 我们是要带人跟耶稣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耶稣 联络得合适 全部一起联络 在一起 百折各按各迹 像我们的手指连来手腕 手腕连来手臂 连来手臂 连来肩膀 全身这样连接 这样才有用的 如果你的手说 我今天不太想听你说 你呢 就说我想扣楼 左手说扣楼 右手说我不喜欢扣楼 你单手扣不了楼 很难扣楼 如果身体是这样 我们很不够 不过教会有时是这样 你有发觉吗 有些人说好 有些人说不行 不行 有些人想做 有些人敌对 有些人是纷争 扰乱 即是说身体是怎样 这一手就打自己 这一手就打自己 一再打又打自己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身体 不会 不过有些身体是这样的 原来有些人在耶稣里 他的骄傲 他的纷争的心态 令到他自己打自己 其实打 伤害大英姊妹 就是伤害教会 就是伤害自己的 所以我们需要 靠耶稣联络得合适 各案各职 每一个部分 照着身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就叫身体 漸漸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原来教会 就是在爱中建立 教会不是吵架建立的 我们永远都不用吵架的方法 不用排斥的方法 永远都是大家爱心的 溝通 这样的时候 你有一个爱主的 就是实时的团体 就会令到教会 更加有爱心 更加有喜乐 有增长 求主祝福 有个图 这里 建立教会 你看看多少人合作 建立这个教堂 一起去做 还有我们时时恩代人 我们爱仇敌 善待人 借给人 不只望上还 这句话 就不是乱用的 譬如是赌徒 你不是借给他的 有些人真的有需要 我们借给他 不只望上还 我们恩赐就大了 因为你必作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神是恩代那 忘恩和作恶的 所以我们都恩代人 善待人 就是教会里面善待人 在教会以外都善待人 处理我们的骄傲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哪个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又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仿佛 不是领受的呢 我们有什么恩赐财干 都是神给的 不要夸耀 那神就会给你更多 就不要说你看我唱歌多叹 你看我士奉多叹 你看我编排的东西多好 我印出来的东西多叹 当我们一有这个 觉得自己比较聪明 其实这些都是神给你的恩赐 我们常常说 多谢天父给我 多谢天父给我的机会事奉 我愿意甘心乐意事奉 是应当的 是我自己 其实我有这个事奉的崗位 是礼物来的 我要珍惜这个礼物 还有很重要 倘若者人与懒人有严规 如果有个人有严规 彼此包容 彼此遥夕 主怎样遥夕我 你们也要怎样遥夕人 有人跟我们有些不和 总是遥夕 总是寻求方法去化解 总不是用竞争排斥的方法 不要说我见到他就生死他 我都不想惨他 不想见到他 最好快些失踪 这些心态我们一定要处理的 教会合一是否更加有力量 合一 我们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接着会唱首诗歌 大家听完这篇道 有没有动力去服侍主 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死了 这么多事情做错 不用害怕的 你真心做 神好喜悦 神就尊重你了 神就祝福你 你又做得不好 你不要求主赐免 你都可以请教牧师 牧师 我有这个心态 我怎样处理 你请教他 怎样去做呢 当有些不意见不和的时候 你都跟大家说 你可以说出来 你们赞成起样什么 不过我又觉得有些问题 我想说出我的意见 行不行 这样说是没问题的 你们有这个意见 不过我有另一个意见 我说出来 大家思想一下好不好 这个呢 我们不用坚持 比如说 人家说都是跟从A计划 不过我觉得B计划好些 但是我们都说 不要紧要 大家大众的意见 我们祈祷求神大令 我很感谢主 我太太有时 我跟她说我有个意见 太太就会说 我有另一个意见 我就跟她反复去讨论 然后有时她最后 她说 我说了我的意见 你自己决定怎么做 她给我这个自由 我很感谢主 她不会说 你不跟我赞成 我今晚不跟你吃饭 她不会这样的 她永远是 用一个柔和的方法处理 希望求主帮我们 赐给我们 一个凡事 谦虚 温柔忍耐的心 我们一起起身 唱这首诗歌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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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赐给我们教会 赐给我们有牧师 有执事有传道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主帮我们感激神 赐给我们教会 能够牧养我们 凡事险虚 患有忍耐 用我爱心相宽容 凡事险虚 患有忍耐 用我彼此联络 静音和声描 静音和声 implication 礙音为 los 静音和声 静音和声 祝祝 静音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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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音 凡事险虚 怀悠 忍耐 用爱心 伤欢荣 凡事险虚 怀悠 忍耐 用和平 彼此联络 抵力 保守 圣灵所致 合以为人地上 抵力 保守 圣灵所致 合以为人地上 抵力 保守 抵力 保守 圣灵所致 合以为人地上 抵力 保守 圣灵所致 合以为人地上 合以为人地上 抵力 保守 抵力 保守 联子梅 神就喜悦了 神就喜悦了 我们所做 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柔和 谦卑的心 总是祝福 永远不就座 也永远荣耀神 神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荣耀归于你 是祢改变我们 是祢祝福我们 是祢提升我们 是我们不配的 多谢主耶稣 感谢天父 我们全心爱力 求主保守这个教会 为这个教会 预备适合的侍奉人员 让这个教会 靠主兴望 多谢主 感谢主 荣耀重赞归比主 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 改变我们 叫我们珍惜 我们所有的一切 珍惜教会 珍惜我们的家庭 珍惜我们周围的人 珍惜关心我们的人 多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